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尚本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尚本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廳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尚本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山家看到了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送來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更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遮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要不要去塞子溝 要不要去塞子溝 我們以後好久沒見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n 今天大家見我站在海邊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賣十幾天攤 在澳頭的一個沙灘線 它附近呢 隔離就是小貴的一個旅遊景點 那麼呢 今天我主要是要提 跟大家分享 有兩身後的一個樓盤 叫做秋骨海參湖 不是骨 是菊 不好意思 它這個樓盤現在是九湖東 首期給一萬 月供兩三千元就可以搞定 如果是減少的會影吉色 但是呢 這個樓盤雖然大家見到在海邊 這個位置它不單有山有海 還有交通的話 你在樂湖可以直接坐巴士回到這裡 還有一個就是地市 在維州港那個位置 它會開通那個客運 到時呢 你就在香港 維多利亞港 直接坐一旋就可以回到這個位置了 那究竟是 詳細情況是怎樣 我現在就即時 讓大家進去了解 那個詳細情況 好 那我們呢 就進了來 這個營銷中心 現在呢 我們就在演場這邊的 范小姐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區域 和樓盤附近的一些配套 好嗎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旁邊這些商業 而且大概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呢 面向前面 這裏紅色的板塊呢 就是海珊瑚這個樓盤的地方 我們海珊瑚這個地方呢 它屬於在這個 三明湖海島包圍的這個小區 比較灰奇的一個樓盤 那樓盤這裏一出來呢 它雙超啊這些啊 全部都現成的 雙魚方面呢 現在全部都有的了 旁邊的話 就是這裏的奧頭的小鎮 就是本地人機住的地方 所以那些超市啊 菜市場啊 所有這些配套 它是已經做很小的了 一出來呢 300米的位置呢 就是比亞迪 比亞迪公司的那些高管住的一個小區 入住的話 百分之九十的 然後再遠一點呢 駕車兩分鐘可以到這個優爾瑪 1.9公里這樣 就兩分鐘可以到的了 門口這裏的巴士車呢 206B可以到那裏的 7分鐘左右 我有存過的 再遠一點呢 10分鐘左右的車程 可以到曼達這邊 然後再到益庭樓 曼達和益庭 是左右兩邊的 比較近的 在對面那裏 然後分到樓盤這裏 除了商業這麼嚴線之後 我們快過交通怎樣 就是我們在生活這個地方 假如我們在羅湖那邊 香港那邊 一般香港的客人 都是坐過關的 在羅湖那邊過關的 坐過關之後 然後在羅湖那裏一出來 如果開車的話 就可以走這條沿海高速 在澳頭這裏流來 然後走回這裏的主棍道 石華大道 到安慰道 然後到樓盤 這裏是50分鐘左右的寸程高速的 那我們如果是澳頭出了高速之後 高速口到樓盤大概幾個時間 差不多20分鐘左右 因為它其實是繞到一個圈的 但是你在沿海高速小櫃那裏 就見得到樓盤了 因為現在我們後面這條高速的 出口未做好 所以要繞到澳頭那裏 然後轉回樓 多了20分鐘的時間 即是以後那個小櫃的位置 都有一個高速口 小櫃往前 駕車3分鐘左右 這個位置 有一個深圳地高速 即深圳和滲透合作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一個高速路口 正在收這條高速 這個位置在我們樓盤 正後方一公里左右 這個地方 即是大沖村後面那裏 有一個高速路口 叫大沖出口 是深圳地高速的一個出口 然後它會繩折到這條圈去高速 往西方向就可以接到外環 外環即是你去東莞、廣州都比較方便 這個是高速 那這個坐車呢 如果坐車的話 我們在羅湖那邊過來 你可以坐巴士車的 巴士車的話 在羅湖車站每一樓那裏 就有個大巴車 羅湖汽車站 是的 然後坐到大雅灣汽車站 大雅灣汽車站 這裡全程高速的 中途是不停車的 然後到汽車站這個位置 都在50分鐘到1個小時 OK 然後平時20元就可以了 如果有涉及駕人 可能會加幾元 他標的在20元上行 那你到到汽車站那裏 他來樓盤的話 就是3、4公里而已 你可以追回公交車 206多門口 哦 大雅灣汽車站 自由公交車可以到的 到樓盤這裏 過來的話就10分鐘 哦 公交車10分鐘 是的 還有就是如果我們不坐巴士車 都可以在深圳西九龍 坐高鐵到我們衛陽站這裏 現在是有捷達的 到西九龍那裏 然後到了衛陽站 到樓盤這裏 有個公交車 209 對 坐到22川 就是我們小區路口橋的位置 就可以樓盤走回南 走回來了 走回來了就幾分鐘 209 這個已經通了 然後如果打的士 就20分鐘 都是十幾二十元而已 就比較便宜 這個就是坐高鐵的 交通方面 所以你剛才說過 這裏附近有個阿迪遺村 其實就是比阿迪公司的 就是大灣那裏那間 比阿迪的企業 然後它的高管其實住在這裏 是的 就是他們的福利房 歷史 哦 那小區有多大呢 小區有二三十棟 二三棟 是的 那都幾多人住的 入住率很高的 90% 所以說它的商業 食 衣食自行 這些肯定都要有 有人住的地方 商業就少不了了 這個位置 剛才你介紹過商業 我聽說附近還有一條海鮮街 是的 就是樓盤過去兩公里的位置 就是我們 在小區的大門口 你看過去就是對面 就是海鮮街 就是二爺碼頭 老的二爺碼頭 還有海鮮市場 現在你進去的話 就很多 兩邊擺地攤的 還有比較正貴的海鮮凍口 我們這裏 其實平時買海鮮 你不捨行遠的 我們路口出去 三百米這個位置 就有個金門堂 這裏金門堂 就是做海鮮批發的 副一樓是批發市場 二樓是親廳 三樓是旅遊觀光 那我們樓盤有多遠呢 這裏出去就是三百米 就是派入紅色的橋 所以比較近 我們在那個沙盤的位置 是不是看得更加清楚 是啊 那我們去看看那個沙盤的位置 我們說一下 現在我們樓盤的位置就是這裏 樓盤抽菇海鮮活檐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 在一棟二棟樓下 其實樓下後期都很多商業 市大有三千多米的商超 三千多平方的商業 我們大門口在這個位置 剛剛才說的 大門口對過來這邊 其實就是海鮮雞 一條過來全部都是 海鮮市場 海鮮市場 全部都在這邊 然後剛才我們說的大門口 一出來三百米這個位置 有個金門堂商業 中合體就是剛才說的 批發市場 批發市場 對 批一樓批發市場 二樓做這些餐廳 三樓旅遊觀光 你買海鮮這裏很方便 住在這裏的話 熟悉之後 一個電話人家可以幫你留 再出去過橋這邊 剛才說的 亞迪二村 就是比亞迪高管住的小區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近 到橋這裏才三百米 走出去就可以了 那個比亞迪 門口也有吃 有一條吃街 是的 因為他這裏住的人比較多 門口這裏 他自己 小區裏裏做了一個超級大的飯堂 比我們售樂部還要帶 飯堂 不管是湖南菜 還是廣東菜 廣西菜 什麼都有的 全國的口味都有 這個位置帶飯堂 然後他帶門口 外面有一條街 什麼都有 有超市 去市場 還有擺地攤 賣水果 以後我們的業主 他不想煮飯 就可以過去這裏吃飯 對 不用太麻煩 人家什麼口味都有 今天吃這個 天天可以換補 而且比較乾淨衛生 很大一個飯堂 然後再出去 金星港獲爾馬的位置 就在這裏 這裏過去的話 就1.9公里 我們開車兩三分鐘而已 比較近 公交車的話 就在這個方位 206B 數過7分鐘 就是你衣食住行的話 就小規大門口一出來 兩公里 範圍內 全部都可以穩足的 然後再遠一點 就到曼達那邊 一般不用走到這麼遠的 除非有些親戚朋友 那裏要走遠一點 回到樓盤這裏 我們介紹一下 周圍這些天然的資源景觀 我們可以生活的樓盤 它是屬於一個臨生 就是近深圳 臨近深圳 然後又靠近這個港口 靠近香港 一個位置 並且它可以向這些 一線的山林 吾海島 蓋山鎮 是蓋山鎮 是蓋山鎮 那裏呢 首先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沿海高速 這裏小規一上去 駕駛一兩分鐘 就屬於深圳大棚的位置 就霸光那個位置 所以是近深圳的大棚 這裏上去駕駛 回到羅湖 就半個小時就到了 這裏回去就近很多 後期的話 這裏霸光 都要收回一條 機動速度 截至到這個 和這條六道是閻在一起的 嗯 就回到這裏 在這些山林 湖海島 都有哪些山林 湖海島呢 就回到樓本這裏 樓本的斜對面 這個位置 有個崩海公園 崩海公園 我們分為兩區 來開發的 兩期 一期的話 已經做好對外開放了 到晚一刻 這裏還有一條夜市 就是全國各地的小食 都有的 一條小食街 還可以在上面放風箏 跳廣場舞 吊椅等等 都可以的 還有就是二期 二期現在是正在做的 做到一個深刻鬼造 現在呢 是要新加多1.1萬的一個公共陸地 而且呢 打造一個海洋文化展覽館 並且呢 恢復這個水上合環碼頭 這個合環碼 就剛才近港的這個位置了 這個碼塔做好之後 通過之後 可以直接到我們香港的圍都利亞港 這裏過去呢 四天七海里 一個小時就可以通到香港 一個小時坐船 可以回到香港 我們以後跟香港高旅也好 或者這裏過去香港也好 不用經過深圳的了 就直接我們家門口 800米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出灣 去香港那邊 所以後期的話 回來這邊的人就比較多了 這裏是奔體公園的一個介紹 還有呢 剛才我們進來 有一條橋 這條橋的右手邊呢 這裏有個湖 不知道你們剛才有沒有留意到 有 我在示範單位也看到 是 這個呢 就是戰地36萬平方米的一個內海湖 來的 這個都是屬於我們國家二級動物 這個白路的一個區域地 然後呢 這邊呢 現在政府呢 就看到它是比較稀小的這些 這些 在湖天營的景觀 所以把這個湖打造成一個 質地公園 然後湖邊收一條3千米的跑道 並且配置這些銅刺流營 草瓶天街啊 官鳥台啊 釣魚台啊等等 這些配套上市 那些現在是不是整好了 現在呢 做了一部份的了 這個觀景台 釣魚台 這一排這裡 年前那時候做了 嗯 後面這裡呢 現在準備要動工的了 啊 官鳥台那些還未做 就在組裡面 現在正在做的 是的 要過一兩年的時間 OK 畢竟這麼大的工程 那它做好跟樓盤 這裡流來一百米 比較近了 行樓過去一分鐘就到了 這個是第二個 還有呢 第三個也是我們這裡 現在的假日 禮拜六日 最吸引這個 朱三角這些 遊客過來遊行的 這個叫做小季六道 這條六道呢 號稱為南中國最美的 一條 一條旗行六道 那我們去六道之前呢 從樓盤後面這條牙填路進去 那時候呢 會經過本地的一條村章 叫做牙填村 牙填村呢 在去年五月份那時候 是被這個洪灣文化旅遊公司 簽樓來的 跟他們合作 要做這個旅遊開發的 整個村章這些樓 都不會查清的了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住的 有些沒有人住空處 那些就拿來做那些民宿 打造一個民宿小鎮 小鎮 還有就是空地的地方 剛才在樓上現在看到 很大的空地的地方 要做很多那些遊樂廚師 好像小民仔玩的那些遊樂場 那些露營基地啊 房車基地啊 還有那些小食街啊 等等這些配套 總共有九個項目 就是這個位置 有些渡假玩的 是的 現在在今年的大年初一 那時候開了一間小民鎮玩的遊樂場 叫做可以遊樂園 已經在開了 你們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進去玩的 那再從樓盤這裡坐 這個觀光車 還有旗這個自行車 三分鐘就可以到這個小桂路到的入口了 因為進來中間這個位置 有一個整個珠三角最大的滑翔散基地 年輕人喜歡玩這些刺激運動的 就可以進去玩 對 從山中間那裡飛下來 然後一直向東方向旗行進來 就可以到這個小桂灣度假村 小桂灣度假村 跟三個人交界 這樣才講到的 然後這邊有這些被海灣漂流 水上樂園 私人那些飛機場 和學騎馬的 還有燒烤、野炊、摘水果等等這些配套 還有兩個海鮮市場 都是已經做好營成的 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去裡面遊玩 玩貴了 就可以買海鮮在那裡吃 那邊一直都在用的了 是呀是呀已經做好了 前兩年就有的了 特別那個漂流 漂流其實很多年了 以前那兩年暫停了 去年六月份就開了 今年都會繼續那個 越做越好 再回到樓盤這裡 這些是陸地上的景觀資源 藍色部分是屬於海來的 海之人都比較豐富 我們這裡 所以叫海生會營 那我們樓盤對面過來 大大小小的島嶼 總共加起來有89個 其中最近的就是潮州島 就是正對面這裡而已 平時在我們東地這邊 初一十五 大水潮的時候 很多東地的機名 去上邊趕海的 到時候都可以上去玩一下 然後最高來的位置 有山門島、勒甲島這些 現在這個慈州島 再高來的小桂 對面這裡有個東山島 東山島就有重點說一下 在我們東地是比較有名的 一個百歲老人村被稱為 百歲老人村 是的 之前上過鳳凰衛視的 上面的記者報導 說這裡的老人的平均壽命 是達到百分之八十五 十五周歲以上 這個島上面現在都有人住的 有些村民在那裡住的 然後那些村民的老人 比較高壽 大部份都是八十五年以上的 百幾歲的有十幾個 上次那些記者去採訪 他們撿出來的數據 這裏空氣環境這麼好 沙面環山 因為有太海 不要有那麼好的污染 所以有些空氣比較好 比較適合 記住 我們現在小區 它在賣什麼污染加息 我們現在賣的主要是 二期的八棟和七棟 八棟的話 主要是以這些大污染為主 小區一個是分 總共的話是八棟來的 分為三期 一二三棟是屬於一期的宴房 已經有人住了 六棟七棟八棟是屬於二期的 然後四棟和五棟是未做的 是屬於三期的 我們整個小區是屬於一個 維合式的一個發展 日車分流分泌式管理 然後地下的話是兩層 我們現在主要在賣的 就是剛才說的八棟和七棟 八棟是大戶型的 現在有房的 一般都是這些 一百一十九的才有的 然後主要賣的話就是七棟 七棟的話有四十五房的 六十五的八十四的 一房兩房的 那它的景觀比較漂亮 我可以看這邊 全無多外海無遮擋 有幾戶看花園的 那我小區裡面自身 除了這些配套之外 小區有些什麼 有的 那我們去放大盤的沙盤 看看小區裡面的配套 這個是放大盤的 這個沙盤在房廣告都有備案的 就是後期交付的話 就跟這個差不多 我們剛才說的大門口 是在這個位置 整個小區的話 就由八棟高層主城 它中間全部都是沒有樓的 都是配套 三百米這個環岩跑道 在兒童遊樂場 健身廣場 文化活動室 還有利用地形的高差 現在設計了一個毛邊製的游泳池 在這個游泳池 游泳池和海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那大門口還有那邊 還有這些陽光沙灘 就是小民仔玩的那些沙池 那再出來這裡就是 其實它的位置是屬於市政的 但是我們公司做到清水平台 釣椅台 這裡就是公演 可以把自己做的 已經做到很小的了 小區的一個配套 那我才說的就是賣的 這棟和這個七棟 那樓下 或者那些樓下一樓那些 一樓三百平方的水平 雙超雷的 到時候都會進入很多的超市 那些方便 即是簡單的買東西 那些 門口這裡就有的了 其實樓下也有的 包括我們現在營收部 這裡都是的 你買菜的什麼 在樓下就不可以解決了 那這條路一出去 就是剛才講的 22寸的超市 上市場什麼都有 300米的 右手邊進去500米 就是那個小季六度的入口 那些就是大致的一個介紹 OK 那事不宜遲 我現在就即時 帶大家去示範單位 看看裡面那幾個 會形格式 它是怎樣的 因為它是精裝 帶來裝修的 所以就順便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裡面那些會形格式 和那個價錢 好不好 這邊 那我們就上來示範單位 那這一座呢 它就是兩梯九火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那個 生積比較多 就是四十幾方那隻 這一座呢 整棟都是四十 還有五十六 還有八十 這三棟植 所以它的火數就比較多 那我首先呢 第一個給大家了解 這個四十五的這個面積 因為它是精裝 那它進來的 就是裝修 這個門 還有這個櫃 五發營 都是膠瓏來的 那它就 裡面就是正常的這些櫃 那這個櫃 進來之後呢 你除房這裡呢 那些櫃 還有這個 消毒火櫃 還有這個 油煙機 還有這個廚櫃 它這些都是膠標來的 那它到時也是會有的 因為是細織的嘛 那在來地這邊來說 這一種細織呢 它除房這邊的那個 天然氣呢 它就不會通進來 那所以到時 你煮飯的時候 就用那個 電池爐那個煮飯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 洗手間 這個空間 其實我覺得 對於它這個空間來說 因為這裡呢 它就專門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到洗澡的 洗澡位 那所以呢 它就可以給大家 關心分離 那這個位置呢 還可以放洗髮水 有沒有要錄 其實它這樣設計 這個會形格式 對於四十多來說 這個廁所呢 就是這個洗手間的空間 就不算小了 因為它那個 洗手間呢 這裡 這個應該是90 那個尺寸的 那所以呢 洗手間的空間 它夠大的 那進來裡面這個位置呢 這間它就做了一間 開放式的那種設計 這個是示範單位來的 那到時交流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傢伙的東西是沒有的 這間它就給了開放式的 那但是呢 它這裡其實呢 它都裝了幾種風格的 有 旁邊那邊呢 還有一間房 那個示範單位呢 就將中間這個位置呢 就裝了一個 那些 收藏櫃 就當 比如有些朋友 有理由喜歡 就是我不想完全這樣打開 開放式的 那你中間整個那個收藏櫃 那就可以當一房一廳 那這樣 那這邊就是客廳 那這邊就是房的嘛 就看回 觀眾是有自己喜歡的 那旁邊那邊呢 還有呢 它還裝了一個呢 就擺了兩個 那些單床位 就是有時候你說拿來做平宿啊 或者是拿來裝的話呢 你擺兩個房間 兩張床那種呢 就好像住宿人房那種感覺 那所以呢 到時候就看回觀眾朋友 因為這個闊呢 在那個寫手間那個位置 走過來的一個闊呢 它有五米三那麼長的 那所以呢 大家就 到時候可以跟回自己的氣號去設計 那這邊這個位呢 你放在電視的位置 坐在這裡看電視的空間 因為它的開間這一邊呢 它就有三米八的 所以 那個開間 對於這種職來講 是夠大的 通常三米八都會去到 九十至一百方 那個面積 才會去到這麼大的開間 那我們再走出來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司法單位 它是四十五的那種設計 所以它的陽台呢 就會長一點 它會跟回那個裡面 客廳那個長度 所以有三米八的 那如果是四十三那種設計 的話呢 它的露台這個位置 就會短一點 可能就三米五左右 那這個長的陽海這個位置呢 那這邊呢 它就有 冷水和熱水兩邊 完全裝好了 通常這個位置就放在洗衣機 那到時候呢 到頂部你可以整個那些櫃 那這一邊這個位置呢 它就放了一個浴缸在這裡 那這個是 就是自分單位 給大家一頓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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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因為這一座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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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時重看,就是在顧客後面的視野更加開視 這裡面側望整個海,前面有荼的 看到那裡有很多船 但澳頭的位置都是比較接近 那個海岸是漁民、漁村 基本上都是在這位置,隔著就是維修港 所以大家的海邊就看到有很多的運船 全部都是拍在這個位置 看完這單位之後 你會問這個格式是多少錢呢? 關於這個價錢 它現在現場正在搞活動 緝座的所有單位 你只要減14樓以下 全部都是一口價 9999一平方 看回這個43的這種會形格式 我就幫大家減了一個702單位 它現在大家看的這個示範單位是45光 我計算這個43 裡面是一樣 只是在陽台那裡 它就短一點點 這個702的原價是67萬7千多 現在它接了之後 到時那個合同價錢 就會542,292 正常來說 你的首期要給11萬2 但現在的首期都是9萬活動的 首期你不用給了 你就給1萬訂金就可以了 如果拿來供 你供30年的話 你每個月就供1,900元就可以了 所以你說那個合同價54萬 選擇 你本身要給的11萬2 就相當於你最終 就是拿了39萬2 就可以買到這個單位了 因為首期不用你給的 所以你把單價給的 就相當於是8千多元 就帶上精裝 同時你可以毫無遮擋的 這樣望海 所以這種單位的性價比就放在這裡 還有附近還有幾個這麼大型的旅遊景點 還有它樓下那些超市配套食物 都是非常之方便 有些觀眾朋友就會問 Eva 那這個首期和月供這麼低的情況下 我想再住大一點的 有沒有其他會型格式介紹呢 有 那現在我就再帶大家去看看其他的會型格式 因為它還有64的兩房 還有80幾的三房 那我現在就即時帶大家去旁邊那裏 看看那個60幾是怎樣 OK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第二個示範單位 就是65的兩房單位 那它本身那個設計就是一房一廳的 因為它有一個陽台 就是好像我以前和大家說的 街一房 所以它都可以做到兩房 但是這個開間呢 它這個廳就特別長一點的 有6米多的開間 那我現在帶大家進來 來看一下這個格式 那首先進來之後呢 這個會型格式 你一進來這個位置 它就是除房這個位置 那當然啦 你見到的這個入煙機 和這個燒龍碗櫃呢 它全部都是配的 因為它這種篩漬的單位 那個天然氣它通不到的 那所以呢 那個煮食籠它就不配的 那薯櫃這邊這些呢 同樣它都是有的 那這個位置呢 它那個洗手盆 它是墊高座 升高座給大家 因為下面呢 它還可以做到那個儲物櫃 就是有那個儲物空間在裡面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洗東西洗菜嘛 那這邊就是錢 那再過來裡面呢 就是這個廳的位置 就是剛才我跟大家說的 它總共呢 就有六萬多這麼長的 那所以呢 這個餐廳 其實這個餐廳 它通常來說 它就會大 正常來說 你如果是六十幾 給了兩房之後呢 這個餐廳就會比較小 那但是呢 其實它這個餐廳位 就比較長的 所以到時候呢 你這邊 做那個中西餐廳 那樣的那種餐桌 裡面 這一邊還可以做那個西餐 就是咖啡啊 其他的那些 酒吧 吧桌 那些全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再過來 這個位置呢 就是客廳 它那個開監呢 它也是有三米幾的那個開監 那正常來說呢 你坐在這裏 整個空間 因為你四十幾 它都是給到三米八的嘛 那所以呢 它這個六十幾 那樣都是非常闊的 那我們再看看那個 那是陽台的位置 這一套六十幾的那個單位呢 你看 它陽台是夠長的 那這個位置呢 因為它上面還在施工 那所以呢 這個前面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那個 升降電梯的那個位置 那到時整好之後 那個電梯是沒有的 就相對於我們陽台呢 整個我們站在陽台 看出去呢 看前面那個海 還有那個島呢 就沒有螢幕遮蕩 你就可以看整個那個空間 因為那個樓呢 那個陸座 它就在左手邊那個位置 就完全遮不到這個位置 所以 這一套六十幾的 在整棟當中 我是覺得最好的那個位置 就是這個 因為這一座呢 它有兩個單位的 一個在這一套 一個在那一套 一個在那一套 但是那一套 那一套看出去呢 你可能會看到陸座少少 但是這個呢 就完全是看不到的 我的視野是非常之開闊 因為今天這個 添是陸雨 所以它有這間陰地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光線 可能就不太足 那如果是 就是出大陽光的時候 你看出去 就會非常之舒適 那我們再看看裡面 這個洗手間 它同樣是有窗的 而且窗也不會浪費 但是呢 它那個飄台的位置就留在這裡 我這樣就看回觀眾朋友 你到時上面呢 是用來擺東西 別人拿那個 放浴缸 別人放什麼 就完全可以自己這樣設計 因為它就做不到乾濕分離 那個空間 洗手間的空間 它是長的 所以呢 一路不這樣走過來的話 就做不到乾濕分離 那馬桶在這個位置 沖來的位置 就放在這裡 有些 你如果是不想塞住馬桶的話 這邊其實 你放浴缸 完全是夠空間的 只不過 到時這個位置 就設計幾個 那些桌子 那些桌子上去的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建議的 到時再分享 觀眾朋友 那那個洗手間 它是夠闊的 有這個 斜泉是這個位置 這一間就是一間房 其實這個空間都不小的 那到時 敷完這兩邊的窗之後呢 完全就可以整間房在這裡了 那這個空間 其實你擺麥本的床 完全都是足夠的 擺麥本之後 還有空間 可以擺一個衣櫃 或者你整個多空人房都可以的 那再看裡面的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呢 它那個窗台 飄窗的位呢 就是夠長 非常之長的 那到時呢 你可以升在上面 它放著一個簡單的 那個墊 放在這裡 到時曬太陽 然後看 那個主人房 那邊的陽台 看出去呢 就看後面的山景 這邊呢 就 擺衣櫃 這個位置 OK 那裡面看完示範單位之後呢 看完房間 和廳之後呢 我們看看 這個會員及式 它的價錢現在是多少 本身呢 它的合同價錢呢 那個備用價要去到 111萬多 那現在賺完之後呢 那個合同價錢呢 就是813359元 因為我同樣都是幫大家 減了個七樓 701單位 正常兩乘首期的話呢 你要給1633600 同樣現在搞了活動之後呢 首期你不用給的了 給1萬訂金 跟著呢 因為它那個首期那裡 要16萬多嘛 所以就相當於 你這套單位追蹤 你的成交價呢 你就是合同價 81萬多 減完那個首期 16萬多之後呢 你十一常追蹤 那個成交價錢 就是66萬 就可以了 可以搞定的了 其實這個兩房單位呢 我覺得它呢 望出去的視野 和望海的景觀呢 就沒有遮擋了 因為它在最邊邊那個位置嘛 當然這個六十幾呢 在這一座呢 它就有兩種這一種會員格式 那就看看觀眾朋友 你是想要哪一邊吧 除了這種會員格式 還有80多的兩行 還有119 還有123的四房 那如果是觀眾朋友呢 你說覺得 導致住的人多 我想再大一點的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資訊我 加個WhatsApp 那種120和110幾呢 會員格式就非常之漂亮 它是可以給到 難不通透 還有霜陽台 即是 即是 參天出來有個陽台 那下天出來 它也有陽台的 就相當於 一邊看三景 一邊呢 就看海景 有三遊海 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資訊我 去拿這個會員格式 還有詳細的資料 OK 那 介紹完 到這裡呢 這個樓盤 其實今天我走過來 主要和大家推薦的呢 就是 因為剛才前面呢 也是 聽我們現場的那個 姐姐仔和我們介紹了 現場呢 它主要就是 這個樓盤 非常之近那個海 因為澳頭這個海邊呢 它又不同於 在十多人灘的那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平時它 人會 在這個海岸線 會比較少一些的 所以這個水呢 還有各方面的東西 又更加 還有呢 它除了自己的小區 又有泳池 又有口渡之外呢 附近還有 三大的 那個旅遊景區 那 有時候呢 我都會用了 那些 所有的那種配套 因為呢 在澳頭那時候 大家也看到有 小季啦 這個旅遊區 那還有呢 就剛剛 新拿的這個旅遊區 那還有呢 就在之前 維州港那邊 那它也是開發有兩期 第一期已經是開放給大家 那第二期呢 到時候會開通那個客運 開通了之後呢 就相當於 平時大家 除了我們剛才在 區域沙盤那裡 看到呢 可以在路啊 那就是 甚至坐過大巴 坐到大灣汽車站 那你坐過這裡 都是五十分鐘 那就是十個折 那票價呢 就二十至四十元的 除了這個交通工具之外呢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 地時呢 那個維州港那個 那個客運呢 開通了之後呢 你就直至可以在香港 為多利亞港 這樣就直至坐船 就可以回到你這個位置了 那坐船回來這裡呢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到時候的價錢呢 就看回到 到時候是多少了 因為早七八十年代那時候呢 這條客運前之前是開通了的 那後期才停了嘛 所以 以後都有的 所以 你說在買來這個位置 拿來度假的呢 又便宜的一個總價 還有呢 附近有這麼多東西玩的 基本上 你住在這裡之後 你玩個幾天 都玩不小 那些三大的旅遊景區 所以呢 如果是觀眾朋友想 過來現場這邊了解 不是即時 加個WhatsApp 到時候我帶你過來現場 這邊了解 因為現在這個活動呢 就真的是 基本上就算沒有什麼壓力 首期比亞麻 月供流兩至三千元就搞定了 OK 那今期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期發覺什麼是筍東西 我就即時想來和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